一周前普京打出针对美欧经济制裁的王诈 要求不友好国家购买天然气用卢布结算 普京话音一落 欧洲天然气暴涨34% 卢布对欧元汇率一天涨10% 过去的一周因为低期宣言 以及欧盟的主要国家 纷纷反对使用卢布结算 因此一些人还有阴阳怪气的表示 普京这一招是自娱自乐 欧洲根本不理他 4月1日这天 普京再次确定 如果不友好国家不用卢布结算就得停气 就在昨天 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舒尔茨的通话里 两人都已经服乱 只是希望普京给一个过渡期 出一个细则 范蒂冈成为欧洲第一个用欧元向俄罗斯购买卢布 进而用卢布购买天然气的国家 范蒂冈面积小 人口少 但却是教皇所在地 在全世界影响都非腾小可 范蒂冈都向普京妥协 用卢布购买天然气 代表耶稣也帮不了欧盟 一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到底制裁了谁 在一个多月前的俄乌军事冲突之前 伊朗已被西方施加3616项制裁成为被制裁状元 当时的俄罗斯以2754项被制裁领先叙利亚和北朝排名西方制裁榜第二 在俄乌军事冲突之后 美国和欧盟的累加制裁不断加码 俄罗斯的被制裁数量快速突破8000小 成为全球第一 美国要求欧盟配合 禁止与俄罗斯进行贸易往来的产品种类超过8万种 美国威逼欧盟配合的制裁 目标非常的明确 就是将俄罗斯隔绝在国际贸易体系之外 让俄罗斯因为优势产品卖不出去 急需产品又买不进来 最终出现物资危机 引发反对普京政府的暴乱 从美国无死角制裁的狠辣程度 可以看出拜登声称要终结普京政权是动真格的 在2月28日俄乌冲突刚开始截断 美欧一起施加了 将俄罗斯踢出美元结算系统的制裁 这一制裁当时被全球判断为金融核弹级别的杀伤力 也就是说在经济战与金融战领域 美国和欧盟率先对俄罗斯使用了核武器 将俄罗斯隔绝在美元结算系统之外 动机俄罗斯的国际资产与外汇储备 用无死角制裁封杀俄罗斯的对外贸易 这几招起初 俄罗斯卢布的汇率在一天之内下跌30% 俄罗斯证券市场被迫关门 可见欧美这一轮金融核弹对俄罗斯 这确实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俄罗斯的DDP弱于中国广东省 全球也跌出了前十 因此全球都认为 哪怕俄罗斯军事优势还在 可在经济领域一定会被美国和欧盟吊打和碾压 可是很快普京就拿出了反制武器 要求不友好国家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用卢布结算 这相当于反杀欧盟的金融核反击 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超过40% 石油依赖超过30% 因为欧洲冬季寒冷 没有天然气供暖 是要实实在在死人的 因此许多人判断俄罗斯的天然气威胁 只有冬季才有最强效果 如今春暖花开 气温上升 天然气杀伤力有限 这种判断部分正确 就是俄罗斯此时用天然气威胁 哪怕闹到断供 对欧盟的名声和人道主义灾难的威胁较小 可这就是俄罗斯的目的 现阶段欧洲民众被美国忽悠的结一所使对抗俄罗斯 可是这种反而是基于政治正确 俄罗斯和欧盟之间 还没有让对方打面及死人的死仇 因此越是冬季 为了不和欧盟民众结成生死仇敌 俄罗斯反而无法拿出先桌子的力度用天然气反制 相反在春夏季节是欧盟刚刚结束冬季供暖 天然气库存最低的时节 一旦俄罗斯断气 最大的冲击是欧盟的工业与经济 因为俄罗斯天然气是欧盟发电的主要能源 电力匮乏 欧盟只能保民生用电 然后工业会因为缺电 大面积倒闭 到时候欧盟各国的经济衰退 工业倒闭潮 在底层民众看来 根本无法转化为俄罗斯断气的结果 而认为是执政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能 因此四月选择断气威胁 只逼着欧盟各国在保经济 保支持率的趋势下 尽全力绕开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结合最近的新闻 大家看到拜登在欧洲参加峰会后 承诺美国在年底前向欧洲提供151方天然气 我们也看到中国用美国天然气订单 转卖给欧盟的天然气订单 按照报道 五国转运给欧盟的天然气 一川能赚4亿美元 一共能赚100多亿美元 从报道可以看出 五国能够云出的美国天然气 也就30船左右 美国直接提供的150亿方 相对于欧盟的巨大用气缺口来说 不仅仅是价格比去年翻倍 是俄罗斯几倍的问题 但是这个量对比俄罗斯的巨量来说占比太小 那么欧洲现在一直高喊要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 石油天然气进口去俄罗斯化 有没有可能呢 理论上以十年为周期的长效机制 执行下是有可能的 欧洲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 取决于三个方面 第一替代进口产能 第二运输能力提升 第三从系码头到欧洲大陆中心地带的基建体系 在进口产能领域 美国已经要求中东国家和美国国内能源企业增产 再加上美国被逼及了会释放伊朗与委内瑞拉的石油天然气产能 因此理论上全球除俄罗斯以外的所有产优国开足马力进行勘探与基建 在几年内可以通过集体扩产替代俄罗斯的国际出口产能 无论是中东还是美国或者南美 天然气运输到欧洲都必须先进行液化 由技术与安全等级非常高的LNG天然气船进行运输 全球能够进行LNG大型船舶制造的只有中韩两国 而韩国还有部分重点材料需要从我国进口 卡塔尔在俄乌冲突前 向中韩下的150艘LNG天然气船的订单就已经排到了2026年 欧洲如果要用海运天然气替代俄罗斯的输气管道 现在开始下单 到全部数量满足需求 恐怕至少要到2030年 液化天然气船的停泊码头要求也很高 需要配套建设专门的卸载库以及液化器转化项目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 五国忠实化在青岛的第一个LNB码头 设计年阶线616万吨 修建工时就花了五年 这还是中国基建狂魔的实力 以欧洲的项目扯皮与朝令膝盖 工期翻倍是我对他们比较好的预判 结合进口产能 运输船舶 基建配套的现实瓶颈 欧盟想要彻底摆脱 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至少需要十年 国际政治风云变换 十年的时间 不说美国和俄罗斯彻底和解 哪怕美国新总统上台 仅仅放松俄罗斯能源上的一点限制 用来换取中东的利益扩张 俄欧的能源供应就可能增长 那么进行了一半的能源替代基建怎么办 或者是德国要是下一届选举 深受能源危机折磨的德国选民 没有把绿党选进去 新的德国政府只要发门一松 源源不断的北溪二号天然气 就足以冲击能源替代基建的信心了 二 欧盟内斗 能源格局的激烈厮杀 因为欧盟能源去俄罗斯化 只能是化冰与嘴炮 所以面对刚需 在俄罗斯要求用卢布结算 欧盟拒绝卢布结算的博弈力 最终不乱认输的一定是欧盟 如果仅仅只是天然气 用卢布结算这一招 还算不上普京的金融核反制 而是俄罗斯高官提出 俄罗斯应该扩大 以卢布结算支付的商品清单 其中包括化肥 粮食 原油 煤炭 金属等 俄罗斯是全球资源 禀赋最后使的国家 是从能源 到化肥 到粮食 再到重要金属的全球物资 第一出口国 当俄罗斯将自己的 卢布与全球所有国家刚需的 粮食 能源 化肥 贵金属 绑定起来 卢布就成了全球最坚挺的货币之一 在普京宣布卢布结算天然气之后 卢布对美元汇率涨回到开展之前的80元左右 俄罗斯股市重新开门之后 也在温和上涨 至少证明俄罗斯民众和资本 以及国际资本 对俄罗斯货币和市场的信心 恢复到开展之前 俄欧这场冲突计划之后 美欧俄以及各自的国内资本被裹挟器中 这场战争也就有了多个层面的解读 这场战争也就有了多个层面的解读